奥斯汀是位于美国西南部的德克萨斯州的首府 美丽的科罗拉多河贯穿城区 奥斯汀现有人口95万左右 是德州的第四大城市 连续多年名列美国最佳移居城市第一名 奥斯汀是美国现场音乐之都 每年有许多音乐盛会 奥斯汀华裔联盟成立于2017年3月 是在美国注册的非引力组织 我们本着服务社会传承文化的宗旨 团结华人积聚参与与组织各项活动 介绍中国文化 扩大华人在当地的影响力 比如我们举办的书法讲座 吸引了各界人士来参加 2017年9月 休斯顿哈维飓风造成水灾 城市很多道路和房屋被淹 急需的震灾物资被抢购以空 严重缺乏 奥斯汀华盟立刻与休斯顿当地的华人组织联系 并且号召会员募团 在短短的两天时间内 筹集到一万多美金 义工们亲自在奥斯汀购买大功能风扇 消毒器 手套等救灾物资 分多次开车送到休斯顿华人的义工组织和家庭 华盟每月都组织各种义工活动 比如让奥斯汀保持美丽的公园垃圾清理 野花种植等 在今年中国春节的时候 我们去了市区一家无家可归人士的收留所 举办中国新年晚餐会 并给那里的孩子们介绍中国新年的习俗 做游戏 送了礼物和红包 把我们的爱心传达到了社会各界 受到大家的好评 每年数次的食物银行义工活动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华裔青少年参加 华盟在食物银行2017年 青少年志愿者组织中 名列前茅 我们为社区服务的精神 已经生根发芽 茁壮成长 我们还连续两年 赞助本地的中学 Kinia Vista的毕业晚会 并赞助了西木高中的晚乐队 亚洲美食节活动 及空军初级后备与军官训练营 秋副会长在西木高中 空军初级后备与军官训练营 结音试上 给获奖的初级后备与军官颁奖 教育是华人家庭大计 华盟教育委员会 平均每月举办一次活动 重点介绍小学、中学 和高中的教育内容和设计 分享前辈的成功经验 2月份的AP和IB课程介绍 3月份的各学区天才教育分享 4月份的分组讨论会及大学申请表分享 5月份与APAP组织一起安排的武川人德州寻讲 以及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高中生活经验座谈会 都吸引了大量会员参加 大家受益非浅 6月份 华盟SIW2018英语支教夏令营 成功地在微山一中和建设小学举办 我们的营员们通过这次支教 搭起了美国和中国学生文化交流的桥梁 收获巨大 在支教夏令营举行过程中 我们了解到建设小学的美丽中国老师们 正在为暑期留守儿童夏令营首款 华盟立即发起会员个人募捐 一夜间就筹集到5000多美金的款项 作为最主要赞助机构 保证了夏令营的顺利举办 华盟在奥斯汀本地连续两年举办的 为期五个星期的国际象棋 及趣味数学夏令营 由大学生及高中生医务教学 深受小朋友们喜爱 奥斯汀现有华人三万多名 华盟安排了多姿多彩的活动 丰富大家的生活 比如美食教室 美洲远足队 和定期的摄影教室活动 我们每年举办春季的小龙虾宴 和秋季的金秋烧烤 大家品尝美味 参与游戏 欣赏乐团的表演 每年母亲节 华盟安排亲子排队 在妈妈们品茶的时候 华盟义工教孩子们做蛋糕 亲手送给母亲作为礼物 同时还有孩子们的才艺表演 每年父亲节 华盟举办了夏威夷风情游船会 平时严肃的爸爸们 在此刻都显露了他们活跃的一面 华盟与慈济合伴的 禁思茶道活动 让人在饮茶的同时 还体会做人的道理 和中国文化之美 华盟的艺术舞员会 已经坚持近两年的时间 安排各种舞蹈课 对社会人士开放 每周有排舞教学 社交舞教学 中国民族舞练习等 还有定期举办的 歌唱表演及舞会 大大丰富了大家的业余生活 我们的老师 DJ和场地设备管理员 都是由义工补偿服务的 可亲可配 奥斯汀华盟 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 对社区的贡献和文化交流 已得到了当地社会的 肯定和赞赏 市长Steven Alder 和其他市政府领导 出席了今年华盟的 纯洁联欢晚会 祝贺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的活动 越来越得到师傅支持 2018年7月 华盟在BJ英女士的 安排协调下 与奥斯汀市长Steven Alder会面 在一个小时的交谈中 听取了市长对市政蓝图的描绘 及对亚裔社区的重视 华盟也向市长介绍了 未来几个月 准备加大力度 在社区中推广中华文化 及明年中国新年期间 举行中华文化节的构想 市长大大赞赏了华盟 对社区服务的努力 并表示会大力支持华盟的活动 华盟的每次活动 都依托于义工们的策划 组织和尽心尽力 华盟欢迎奥斯汀的朋友们 加入我们 共同努力 丰富我们的生活 也为所在的美地家园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及爱心 奥斯汀华盟 服务社会 传承文化